燕窝果 燕窝果是一种热带水果 原产于中美洲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有以下几点 燕窝果富含维生素B1 B2、B3、C、钙、磷、铁、铁、钾、钠、钠、鎂、铭、鑫等矿物质 还含有胡萝卜素、碳水化合物、粗脂肪、果糖、葡萄糖、水溶性膳食纤维、植物白蛋白、花青素等 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 燕窝果中的花青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可以抑制人体自由基的生成 延缓人体各器官的衰老还可以防止血管硬化 预防心脏病和脑促重 对抗衰老防止脑细胞退化抑制痴呆的发生 燕窝果中的植物白蛋白是一种有活性的白蛋白 可以与人体内的重金属离子结合 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起到解毒的作用 此外白蛋白对未必还有保护作用 燕窝果中的维生素C和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美容 美肤的功效 维生素C可以消除养自由基 当化色斑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和各种毒素 减少它们对人体皮肤细胞的伤害 水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 软化大便促进新陈代谢 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燃烧并使其代谢出体外 起到减肥的作用 燕窝果中的铁元素比一般水果要高 铁元素是制造血红蛋白及其他含铁物质不可缺少的元素 对人体健康有着重要作用 燕窝果可以补血补铁预防贫穴 燕窝果中芝麻样的种子具有促进胃肠消化的功能 特别适合长期便秘的人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起果实和精的知对肿瘤的生长 病毒感染及免疫反应抑制等病症表现出了积极作用 燕窝果中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眼改善视网膜功能 滋养视神经增强人眼的视觉能力 防止视力下降缓解眼疲劳 经常吃燕窝果还可以预防许多眼部疾病 牛油果燕窝 把牛油果的果肉挖出来用勺子压碎 把发好的燕窝加少量热水 隔水蒸30分钟 再加冰糖再蒸10分钟 把蒸好的燕窝和牛油果泥搅拌在一起 重新填入牛油果壳中 点缀上薄荷叶即可 燕窝玫瑰豆骨糊 把豆骨洗净 用清水浸泡一碗 第二天 把豆骨和适量水放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煮至豆骨软烂 把发好的燕窝切成小块 加入锅中 继续煮至燕窝变软 加入冰糖和玫瑰花酱 搅拌均匀 关火即可 燕窝银耳枸杞羹 把银耳泡发后洗净 撕成小朵 把枸杞洗净 泡发备用 把发好的燕窝切成小块 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水 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煮20分钟 加入银耳和冰糖 继续煮至银耳变软 最后加入枸杞 再煮5分钟即可 怎样选购燕窝果 外观 燕窝果的外皮是金黄色的 有细小的鳞片状凸起 表面光滑有光泽 燕窝果的大小 一般在200克左右 太大或太小的 可能品质不佳 燕窝果的形状 有船型和三角形 根据个人喜好选择 成熟度 燕窝果的成熟度 可以通过轻轻按压果实来判断 如果果实稍微有点软 说明成熟度适中 如果果实很硬或很软 说明不够成熟或过熟 还可以通过蚊香味来判断 成熟的燕窝果 会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不成熟或过熟的则没有或有异味 保存方式 燕窝果是一种不易保存的水果 最好在购买后尽快食用 如果需要保存 可以将燕窝果放入塑料袋中 尽量排出空气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中 保存时间不要超过一周 食用前可以提前拿出来放置一会儿 让果肉恢复柔软和香甜